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设置组 来到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老挝 走进凯旋门音乐喷泉广场 看中老两国间有意新的见证 当时有中国政府跟老挝政府一起来建这个工厂 由中国政府来赞助 至2004年是建好的 走进辽都公学 一间间教室蕴含深深游子晴 每一间教室都是有人出钱的 所以都有化他的名字 供应一江水 华门教室架起中老友谊的桥梁 我们在老挝生长 在老挝长大 但是我们和中国都还有学员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123集 供应一江水 正在播出 离开斯里兰卡 远方的家一带一路是这组 这一站来到老挝 老挝是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 北部与中国云南接壤 南靠金普寨 东陵越南 西北维缅甸 西南毗邻泰国 总面积将近24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中国广西的大小 老挝境内80%是山地和高原 多被森林覆盖 地势北高难低 远方的家一带一路特别节目设置组来到了老挝 这里是老挝的首都万象 我身后这条河就是湄公河了 现在是老挝的旱季 所以湄公河的水位不是很高 河面也没有那么宽阔 因为没有出海口 所以老挝也被称为陆锁国 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构想之后 与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的发展愿景相契合 所以近些年来 越来越多的中老合作在这里进行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中国企业来到老挝 我们远方的家一带一路特别节目设置组 也将从老挝的首都万象出发 去到万荣郎巴拉邦来走进老挝 了解中国和老挝的故事 纵贯全国的美工河 是老挝境内最大的河流 美工河上游在中国境内称为蓝沧江 首都万象位于美工河所岸 隔阂与泰国相往 一国首都经与邻国一和之隔 在世界上并不多见 万象是老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城市人口70多万 占老挝全国人口的10%以上 老挝中南部属热带气候区 北部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常年气候宜人 掩映在菩萨树影中的坚顶建筑 热闹的街道交通 构成了我们初见万象的第一印象 老挝人阿勇是设置组在万象的翻译 也是我们的临时向导 他告诉记者 来万象首先要去地标建筑 凯旋门看一看 这就是凯旋门了对吗 对 这个是凯旋门 老挝的凯旋门 老挝的凯旋门 这里算是万象市的中心 对 这个是万象的中心 如果算是这个从零开始 什么意思从零开始 算公里的话可能在这边是算零的 然后往南几公里 往北几公里就从这边算出来 就是距离市中心 这是零公里 然后往那边就是向东 对 一公里 两公里 三公里 从这边跟那个那些 我们那个族市中心 我们后面就是族市中心 就是顶开始从这边往北往南 就按这边开始算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真正的老挝的 万象市的市中心 远远看去 老挝的凯旋门 与法国巴黎凯旋门有些相似 但它的尖细塔顶 精美浮雕 无不昭示出属于老挝的特色 凯旋门主体建筑呈四方形 四面拱门互通 是为纪念老挝人民解放独立而修建 1960年开始修建 1969年基本完工 这个凯旋门里面和外面看上去 完全就不一样了 外面是原来素色的石料本身的颜色 里面都是很漂亮的彩绘 你看我们旁边的门洞部分的顶部 都是很多尊连在一起的佛像 佛像旁边都非常漂亮 五颜六色的 可能是彩绘还是宝石 这个是彩绘 彩绘上去的颜色 就是现在还发着光的特别漂亮 里面也是彩绘 阿勇介绍 天花板上的彩绘人像来自佛教文化 老挝是个佛教国家 民众普遍信仰小成佛教 因此在一些标志性建筑上 通常会雕刻绘画佛教人物和故事 从而宣传佛教文化 阿勇带我们上楼参观 在凯旋门最高层 能一览整个万象市区的风貌 这边是售票的地方 这边是总坤的 多少钱一张 一张外国人的话是三千 看一下我们的票 外国人是三千 阿勇是两千 本地人两千 是有一定区别的 这是我的票 这是摄像大哥的票 这是阿勇的票 我们可以上去了对吧 对上去 三千这个机谱 折合人民币是两块多 两块多钱一张票也还好 老挝的官方货币是机谱 一万机谱折合人民币约八元 目前最大面值的机谱是十万 最小五百 凯旋门共有七层 爬上四楼室内楼梯 就到达了第五层的室外平台 顶上有五座塔形四方挺式建筑 通体装饰着老挝风格的佛教文室 很漂亮 你看这样的房屋的顶部 雕刻的满满的 全都是各种各样的佛教元素的形象 上面是圆的是 好像是一个多面佛头的这个 应该是四面的 东西南北 一面一个这个佛头 然后上面是一个塔尖 塔顶 这个中间就更漂亮 凯旋门顶部有两层室外平台 最高的第七层位于塔顶室内 楼顶平台密布着佛像 这个上面的各种雕塑 都特别好看 就连这个支撑这个屋檐的装饰 都是一个小的佛像 双手合十 很漂亮 这个建筑算是万象市区最高的吗 如果在现在算的话 万象有建筑这个是最高 不不不算酒店 就是说是文化的东西 就是历史古迹来讲 这个是最高的了 我们现在算是来到了 万象市的真正的市中心的最高点 来俯瞰整个城市的样子 现在一眼扫过去 万象市区在这个阳光的笼罩下非常漂亮 我们远处的房子呢 都不算太高 但是很多都是红色的屋顶 白色的墙面很好看 你家在哪儿啊 我在那边的方向 在那边啊 现在我们应该环顾四周 就是万象市区的全貌了 这是正中心 东西南北应该都是差不多 距离是相同的 红顶白墙点缀在繁茂的绿树中 万象整座城市就像一座巨大的花园 凯旋门旁边就是总理府 漂亮的白色建筑格外兴慕 阿勇告诉我们 凯旋门前方的喷泉广场 是中国政府和人民 赠给老挝政府和人民的礼物 见证着中老两国的友谊 从凯旋门下来 我们来到喷泉广场 这个广场 当时由中国政府 跟老挝政府一起来建这个广场 由中国政府来赞助 2004年是建好的 2004年建好的 当时中国出资建设的这样一个广场 中国跟老挝政府就一起做 好像说一个纪念品 为迎接2004年11月举行的 东盟国家领导人峰会 老挝政府当时计划改造凯旋门广场 就在2004年3月份 时任中国副总理吴宜到老挝访问 并把凯旋门广场改造工程 确定为中国政府 无偿援助老挝的项目 记者了解到 音乐喷泉广场总投资1000万人民币 是由中国政府出资 广东水电三局成建 从2004年6月开工建设 2004年11月28日完成并启用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 两个直径为25米 中间喷高为二 以及园林绿化等附属项目 这是老挝国家 最大的一个音乐喷泉 美化了万象城市景观 也极大丰富了市民的生活 目前音乐喷泉由万象城市管理局管理运行 每天大约16点至19点开放 我们拍摄的时候 广场上还有许多来自中国的游客 在异乡听到熟悉的语言 感觉愤怀亲切 您好 您好 走吧 人家开车 打扰一下 可以打扰这美女 打扰美女 中国来的是吗 对 我们是中国来的 哪里来的 河南郑州 来老挝感觉怎么样 我们是自驾车过来的 是从河南开车过来吗 对对对 哇 那这个路途还是有点远的 是 然后从云南出境进入老挝 对 海南那个莫方过来 开车过来多少天 我们从郑州出发一共是 到目前为止是13天 13天 孙纪文做户外领队已有8年 他们通过网上约旅办组建团队 团队成员大部分是退休员工 队里66岁的刘湘州 退休后喜欢上了旅行和摄影 走到哪儿都喜欢用相机记录下来 是第一次来老挝吗 对 第一次来 印象怎么样 还可以 我觉得这儿的人很悠闲 生活节奏很慢 但是他们天很暗 空气很暗 其实现在这个出境游 去其他国家旅游的路线有很多 为什么要选择老挝 因为我们走到云南了 所以大家觉得还是来看的 刚才走到这一看见远方的家 呀 直播的 特别亲切 之前看过我们节目啊 看 每天都看在家 特别喜欢看 谢谢您的支持 而且喜欢跟着这个走一走 看看你们介绍的地方 然后我们再跟着这个走一走 领队孙纪文告诉记者 他两次来万象 都到凯圈门音乐喷圈广场 这是中国人到万象旅游必到的地方 现在这个出境旅游有很多线路 为什么会选择老挝这个国家 老挝 我们中国啊 桌边这么多口岸 老挝是唯一最方便 自驾游出境的一个口岸 不 你看说是穆罕口岸 我们从内地到老挝来 是最容易到达的一个出境国 做自驾游的来说 所以就旅游的方面来讲 到老挝是最方便的 近些年 随着中老两国的密集合作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老挝 中国公民只要吃 有效期六个月以上的护照 便可以在老挝全境 国家级口岸办理落地签证 自驾老挝的车辆办理手续 也很简单 只需要持车辆行驶证和驾照 并可以在口岸办理出入境手续 据老挝相关部门统计 2015年 有50多万中国游客到老挝旅游 在2014年的基础上 增加了10多万 中国与老挝的友好交往历史 可以追溯到公元30级 古籍 三国志 吴书 旅代传中 就有中国与老挝交往的记载 到了明代以后 更是频繁往来 相互间开始有了贸易 老挝用驯像 香料 金银器等土特产品 换购丝绸 瓷器等生活用品 现代从1961年 老中两国正式建交发展至今 中国已成为老挝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 和最大投资合作者 2016年5月3日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本阳来访中国 进行友好访问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接见和会谈 就做好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同老挝 编陆所国 为陆联国战略的有效对接 进行了深度沟通 开启了中老两国合作的新篇章 走进辽都公学 一间间教室蕴含深深有子情 每一间教室都是有人出钱的 所以都有画他的名在里面 探访公牌教师 华文教育架起中老友谊的桥梁 传播我们的中国文化 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第123集 《共饮一江水》正在播出 告别向导阿勇 我们继续在老挝 珍塔五里县的行程 珍塔五里县是万象的经济商业区 不仅汇集了众多的中资企业 也是万象华人最聚集的地方 老挝的华人数量并不多 全国600多万人口中 华人比例不足2% 虽然华文教育规模不大 但是华人子女接受华文教育的绝对比例 却位居东南亚各国前列 在这里有一所非常有名的华文学校 辽都公学 2016年9月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老挝东盟峰会期间 还专门来到学校进行访问 我们现在来到了华侨公立辽都中学 这是一所华文学校 也是万象地区唯一的一所华文学校 这个门口是红色的柱子 上面写着金色的字 学校的名字也都是金色的 像是中国和老挝融合风格的一种建筑 柱子上写着力行求知 这边是学以致用 应该是校训了 这边是学校的停车场 停了很多的摩托和自行车 看得出来现在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还挺多的 规模挺大的 进去看一看 辽都公学创建于1937年 至今已有80年的历史 因为当时的华人称老挝为辽国 学校也因此得名 进入校园 我们见到了之前约好的校长林俊雄 还没进这个校门呢 就看那个停车棚 停满了这个车子摩托 看来现在这个学校的学生是很多 目前我们的学校已经达到2800学生 2000多人了 进来就感觉学校也挺大的 这是一个操场是吗 现在我们这里有一万两千平方米的土地 这个面积是租用的 还是批给的学校 这是我们老前辈老挝销 用自己的钱购买的土地 所以我们这个学校现在是万县的华人华侨的学校 公立的学校 林俊雄今年57岁 是老挝的新华侨 1991年他来到老挝做工程生意 随后定居下来 现在不仅是辽都工学董事长兼校长 还是万象中华理事会副理事长 听他介绍 辽都工学是由当地华人华侨集资兴建的 最早是供华人子女学习中文的学校 后来逐渐加入了老挝文教育 慢慢形成现在华文和老挝文并重的双语教育 这个上面写了1937年当年建校 这是校徽吗 这个是校徽啊 这是我们学校的校徽啊 也是按照老挝 我们这个教育 还真有点像 这个老挝电台的这个台标也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边的一个特色 1937年 那这个大理堂也是我们旺县的华人华侨集成的 城市中心来办卷的 捐赠的 好像学校的很多建筑都是捐赠来的 每一间教室都是有人出钱的 所以都有画他们名在里头 从1937年建校到现在 辽都工学已经办了五次校制 现在的校区是五十多年前修建的 校里的每一栋教学楼每一间教室 都包含了老挝华侨对华文教育付出的新学 现在辽都工学的办学经费除了学生的学费 很大一部分依然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资 那以前没有这个楼的时候在哪上课 原来是旧的楼是一块 就像这个楼一样 就是这个两层的这个楼 我看上面这个教室是空了吗现在 这个现在是不能使用了 是我们中国叫做是居民房了 威房了 所以我们明年 明年打算把这种大楼的经约拆在这里去 这个是我们规划 明年我们要先建的教学大楼 还有二十八间教学大楼 那预计这个新大楼建成之后 这个学校能容纳多少名学生 大概我们可以到三千多学生 三千多 那是规模大了一些 上面写着 说好普通话 朋友变变下 确实多种语言和孩子交流就很方便 老屋的华文学校称为工学 提供从幼儿园小学初中直至高中的教育体系 近几年还新开设了大学语科班 因为从小就开始学中文 小学四年级的学生 已经可以进行简单的中文交流 高中毕业的学生 基本可以通过汉语水平四级考试 可以申请中国的本科学校 跟随林校长我们来到一间教室 这个是我们现在在上营业课 小学四年吧 四年级 四年级 我们的 这个位是我们的周老师 老师您好 老师是 公派老师 中国过来 公派过来的 广西过来的 是还在读书吗 是还已经毕业了 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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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国桥办 将国桥办申请 然后再派我们过来的 为什么想过来 做这教学工作 因为一个是 觉得有一个机会出来 是跟老挝这边的文化 可以交流一下 另外一个是 也是丰富一下自己的教学生涯 然后能把我们中国的文化 带到老挝 传播我们的中国文化 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周明秀是一名来自 中国广西的小学教师 2015年通过国桥办的 公派教师考核来到老挝 辽都公学共有170名教师 其中25位都来自中国 公派教师的任期时间是两年 除了正常的课堂教学 平时他们还要对 本地的中文老师进行辅导 那小学有音乐课 有语文课 还有什么课 有英语 有拼音 拼音是一二三年级学的 然后还有历史 他们也学一点 而且是中国的历史 那么这边我们还有老文课 这个是中文课 这是一半 那老文课我们也一样 有历史 有地理 我们这边也一样 数理化 全部都一样 中文课 中文课 中文课现在主要教四五年级的音乐和汉语 随着华文热的兴起 老挝现在已经有各类华文学校八所 基本都是采用老挝文和华文双语教学 学生不仅能够学习中文 还能接触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周老师的指导下 学生们给我们合唱一首 中国耳歌《众太阳》 我要你一个美丽起眼光 长大以后能活动太阳 一个我在我在东西 一个我在晚上 我在晚上 谢谢大家唱得非常好听 又有节奏然后又有动听 谢谢你们 谢谢 其实我当年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 在读书也学过这首歌 和你们一样 欢迎你们可以唱了 我说话都能听懂吗 听懂 听懂 那我跟大家聊一聊 他们说你的中文说得最好 对不对 在学校不一定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十一岁 十一岁 为什么你的中文说得这么好 我大概要去中国学了两年 你原来去中国学过两年 陈嘉妮是第三代华人 为了让孩子不忘记母语 她从小就被爸爸妈妈 送到足迹广州上了两年小学 因为辽都工学 全部使用从中国购入的中小学教材 所以陈嘉妮回到老屋后 也没有落下课程 虽然才十一岁 语文课的文章已经念得十分流利 你现在的这个普通话 这个中文水平已经完全可以和别人交流 朗读都没有问题了 小朋友们有没有很羡慕你 他们说等他们学完就聊着也会跟我一样 大家都想和你一样 是吧 都和你一样读书这么流利 我看你的衣服很漂亮 是你的校服对吧 能不能粘起来 转一个圈 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衣服 可以吗 裙子也是学校的校服吗 女孩子就是白色的衬衣 黑色的裙子 转一圈 漂亮漂亮 谢谢你 大家都给她非常热烈的掌声 大家肯定都是对你的中文表示认可 好好努力好好学习 听林校长介绍 现在辽都工学各个年级的学杂费 大约是一学期200美金 折合成人民币不到1500元 费用包括三套校服和所有课本 家中贫困的学生学费还可以优惠30% 如果成绩优异 不仅可以得到奖学金 还有机会来中国参加夏令营 我刚才听林校长说 如果你们的学习成绩好 是可以有机会 去到中国去学习 或者参加夏令营 你们知道吗 知道啊 要可以去中国玩 去中国学习 知道 有几位同学到过中国起手 哦 起手 还有不少已经去过的 你去过 他也去过 他也去过 所以啊大家要好好学习 学习好了就可以去中国学习 去中国玩 参加夏令营对不对 对 好 那中国也欢迎你们每个人都来 好不好 从1991年开始 中国国桥办每两年都会给辽都工学书送公牌教师 最初只是一两名 至今已有上百名中国教师来到这里 中文教学质量一直保持稳定 现在辽都工学已经成为老挝规模最大 学生最多 师资力量最强的华文学校 周明秀是第23届老挝公牌教师 2017年他将任职欺瞒回到中国 那学生们平时和你的关系怎么样 还蛮好的 有时候上课我们上好了 直接就有孩子 老师我爱你 就直接你孩子 直接会有这种表达方式很直接的 然后见到你有时候今天穿不同的衣服了 老师今天你好漂亮啊 也会这么直接的讲 在课外的时候 看得出你很喜欢这帮孩子们 那走的那天怎么办 不要再说了好吗 不敢想了 对 好好 那就祝你享受最后这几个月 在这边做老师的时光 也谢谢你在这边的努力和工作 谢谢 好 我们走了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近小八十年 经历了怎样的坎坎 义务的 义务的 我刚才说工资义务的 没有工资 总理到访又提出了哪些记忆 住学校越办越好 好理芬芳世界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大一物 以一把二十三级 供应一家水 正在播出 告别老师和同学 跟随林校长 我们来到校室展览室 听周明秀说 他的另一名同事 正在带孩子们进行诗郎诵排练 这首诗歌就是9月份 9月9号 李克强总理来到我们学校 四个学生上去表演 给李克强总理 当时李克强总理来到学校 你们四个给总理表演的 这首诗郎诵是吗 是 那很厉害 现在又开始排列 对 因为他们汉语桥 也快来了 就是要参加下一次的汉语桥活动 要去参加比赛了 李依然也是一名工牌教师 听他介绍 这首诗郎诵 供应一江水 是辽都工学的中文老师 一起创作的 2016年9月9日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东盟峰会期间 专程来到辽都工学 不仅对学生和教师代表 进行了慰问 还观看了文化交流成果的演出 现在这几名学生 还要带着这首供应一江水 许中国参加2017年的汉语桥比赛 我先分别认识一下大家吧 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可以吧 可以吗 从小伙子开始 你多大了 我叫卢杰贤 今年读高二半 今年十六岁了 我的爱好是听中文歌曲 爱好听中文歌曲 那会唱吗 我为什么要去唱 不要想 紧张了 不是他紧张 是因为什么呢 他很腼腆的一个孩子 你说这个孩子呢 他其实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他很厉害的 是在武术 因为他以前汉语桥 他都是去表演武术的 真的吗 对对对 给我们展示一下怎么样 我把你拿着 听到要表演 刘家祥有些害羞 临时发挥了几个动作 听他说 他的师傅是老挝当地人 因为爱好中国功夫 还曾经专门到少林寺办师学艺 他现在跟随师傅 已经学习了两年时间 那你为什么想学功夫 因为我喜欢李连杰 我看过他演的一部电影 叫王辉宏 那你就知道活山无影角了 所以看电影 然后看中国功夫的电影 喜欢中国功夫了 这几位学生都是第三代华侨 蔡美丽和刘家祥是同班同学 17岁的刘雅慧已经在上大学语科 因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孩子们学习华文也更有动力 15岁的张亲龙正在上初中 就已经会演唱很多中国歌曲 还被同学称为校园歌星 他最喜欢的一首中国歌曲就是 真心英雄 很不错 很不错 就是这个歌的旋律 旋律感特别强 说明你的唱功是非常好的 而且这是中文歌曲 对于他们 他才初中阶段 马上上高中是吧 是有难度的 能不能唱一首当地的歌曲 老文歌曲给我们听一听 老文的歌曲也有 可以 再把这个麦克风拿起 因为自小就接手老挝文 和华文的双语教学 两种不同语言的歌曲 张亲龙演唱起来都发挥自如 用感情在唱歌 唱歌的时候 整个人都投入到歌曲里面 很厉害 这才是初中的学生就唱得这么好 是有专门学习过音乐吗 没有 没有 偏分 喜欢 不论是深情的诗郎诵 还是优美的歌曲 都在孩子们心中 洒下了中老友好的种子 也让他们愿意去做这份 有益的传承者 这次能参加汉语桥 学生们都十分激动 每天课后都来这里排练 也希望能将这首 见证中老友艺的诗歌 带到中国 那我们中国老华确实是一条河 确实是供应一江水 对对对 你们都理解这个诗词的含义吗 它讲的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内容 都理解 我们在老卧生长 在老卧长大 但是我们和中国都还有学员 所以是供应一江水 对对 因为从小就受到华文教育 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这些学生对于蓝苍江 和美工河的名字并不陌生 虽然还没有去过中国 但是这种依依淡水的深厚情谊 已经留在了他们心中 雅致的供应一江水 人们为追寻梦想而不断探索 蓝苍江梅公河 两个名字一条河 像纽带连着中国和老卧 供应一江水的人们 微笑着 携手共唱 又一歌 非常棒 非常棒 我刚才听完大家朗诵 就在想 这样的华文教育 非常的重要 这让我们不仅是中国的 也让老国当地人 在接触到 对方国家的文化的时候 不会感觉陌生 我们会想到 我们是供应一江水的关系 是一一带水的关系 有地缘上的亲近感 有文化上的相同感 所以他们也能理解 这首诗词其中的含义 对 供应一江水 辽都工学作为工地学校 设有董事会 董事长兼校长 基本都是万象中华理事会 推选出来的热心华侨 这个惯例 自1937年办学 一直延续至今 林俊雄就是现任的 第11任董事长兼校长 这个是我们的第19届董事会 董事的成员 因为我们三年一届 我来做了两届的 可以连任 对 就和这个选举一样 因为没有拿工资的 各个都不想做 是义务的 义务的 我现在是公司义务的 没有工资 那您的收入是 我自己有学 所以我是利用我的 一半的时间来 管理这个 管理学校 对 就是像做慈善事业一样 1937年 中国爆发 全面抗战 激起了老挝 华人华侨的爱国热情 当地华人领袖 决定在万象创办一座 华文学校来支持抗战 初见时 学校仅有一间教室 十几名学生 虽然条件艰难 但是历届的校董 始终没有放弃 在华人华侨的资助和支持下 逐渐壮大 发展至今 这个柜子里都是 获奖的这个证书 奖杯 这个陈列的柜子 也有些年代了 对啊 我看这个字 是当年建校的时候就有了 对 这个是我们的校 有啊 有都是我们的华人华侨 搬探 到现在来的多少年历史了 因为我看这个字都很旧很旧 上面的红漆都已经掉得没颜色了 这是很大的历史了 也是送来的 汇存 对 对 对 因为我们这个是公立 华侨公立的学校 华人华侨都树前出力地 把这个学校做好 回顾辽多工学的发展 除了老挝华人华侨的不断努力 中国也给了很大的帮助 听林俊雄说 1994年以前 学校教材用的都是 香港出版的数牌繁体字版本 需要自己转换过来 1995年 学校去云南购买教材 当地新华书店了解情况后 免费提供了一些书 现在 校方还和云南的新华书店 合开了一家书 为什么要和云南新华书店合作 一堂版本是书 我们是地方 就是这些书都是从云南的新华书店 购置过来的 在这里出售 出售 但是我们没有立正 就是说买来多少钱 卖多少钱 我们的学生可以 不用太贵 可以买到中国的书 而且新华书店来的书 能够保证书的质量 对 是这样 都是国家认可的一些教材 中老两国建交至今已有55年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两国经贸往来越来越频繁 很多中资机构 来到老挝投资兴野 学习汉语 将来就可以进入中资企业工作 也让越来越多的老挝人 将孩子送来辽都工学学习 我们看汉语就进考什么 看一下这个题目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 不少人发现吃 渐渐从享受变成了负担 特别是很多年轻人 一日三餐经常就是胡乱吃吃 如今这样的人被称为两餐半人 这个答案是A吗 很多人吃饭很随便 也应该是这个意思 对 就是很随便吃饭 没有规律的年轻人 所以这个六级比较高 看了一下这个六级的题 真的是挺难的 书店里除了汉语学习的书籍 还有很多关于中国文化 以及一带一路相关政策的书籍 让学生们也可以了解到 中国现在的方针政策 现在我们的第一个半学的理念 就是教书艺人 第二我们就对弘扬中华文化 第三点我们就是这个学校 对学生还是比较 按照我们中国的习惯 我们还是比较严格要求学生 那么现在目前也当地的高官的孩子 也很多在我们学校读书 为什么高官的孩子会送来 老文教育我们在老挝是排在前面 现在辽都工学的2800多名学生中 华人学生只占了不到20% 其余的都是老挝各个民族的学生 华文教育也见证了中老两国的友谊 现在辽都工学已经被老挝教育部 评为示范学校 华文教育还被纳入了老挝国家教育体系 涵盖幼儿园到高中各个阶段 2016年李克强总理的来访 更是给华文教育事业 一个很大的鼓励 祝学校越办越好 好理芬芳世界 你们远离祖国和家人 在异国他乡传播中华语言文化 希望你们做中国形象的代言人 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中老人文交流的使者 对 这个是对我们的老师 我记忆我们的老师的话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位教师 他说他但不想这个责任很重 确实 这个我们也感觉大 特别是总理来的时候 现在他们也很激动 他也想真正把我们中华文化 在海外真正的传播下来 建校80年 老挝历大华侨一路坚持 不管条件多么艰难 传承中华文化的决心 始终不曾改变 现在辽都工学还在申请开办 孔子贺堂 新的教学楼也即将开始动工 老一代华侨用语言和文字 传承血浓于水的乡情 也沟通了中老两国的深厚友谊 如今新一代乔包 继续用文化交流 架起一带一路的桥梁 有波涛的海绵 就有防范 防范连成片 连航不孤单 我等出院 永世书相传 每一句都是 爱的起点 朋友之间 坦诚相见 有福同乡 有难同胆 历经了岁月 岁月 就让我踩到 聚与有得 有一条路在呼唤 带出心穿越万水千山 千丝万缕紧紧相连 就注定了你我相见的今天 心就不停在旋转 世界每一秒瞬息万变 因为有你就没有他乡 我们同在一个家园 家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